林森北那邊 直接給我唱KTV唱到天亮 我甚至還聽得到他們在唱 我問天 然後這樣要睡 剩4個小時OK喔 然後樓上開始 施工 謝謝 再次謝謝你 謝謝 隔天下午4點 然後房仲就說 如果好聚好散 可能又有機會啦 但是你付的押金 會不會回來 就不一定了 欸我真的是被社會痛扁了一波欸 就大家都知道 我為了披塌地獄重訓的這個企劃 搬出了家裡 就是我晚上睡覺 是在我的租屋處睡覺的 在健身房走路3分鐘不到的地方 然後呢 我之前不是就有跟大家說 那邊有晚上很吵的問題嗎 我這幾天睡 哇 越來越兇狠囉 可能快到過節了吧 林森北那邊 直接給我唱KTV唱到天亮 我甚至還聽得到他們在唱 我問天 就是這麼清楚 直接唱到早上6點 我一邊快入睡了 可是我睡不著 我一邊在那邊錄 我問天 然後呢一邊傳給房東 這個是他們現在在唱的 幫我提醒一下 或者是怎麼樣的 然後呢 在昏昏沉沉快要睡去的時候 快開始我問天 3點鐘 凌晨3點鐘 他們到現在還在唱 我的天啊 到早上6點還在唱 我到早上6點 我已經坐在那邊了 我說打給你房東 我真的覺得這邊住不下去了 好聚好散吧 我付你一個月的房租 雖然說我這一個月呢 真的是沒有在這邊 睡過一次好覺 白天10點的工作 然後這樣要睡 剩4個小時OK喔 然後樓上開始 施工 謝謝 再次謝謝你 謝謝 隔天下午4點 然後房仲就說 施工喔 不是我們的問題 半夜唱KTV喔 這個呢 我們當初呢 就有講過說 林森北 本來晚上就比較熱鬧 你的比較熱鬧的一人 原來是唱KTV 唱到早上6點喔 喔 原來你是這個意思喔 欸我跟你講 禮拜天施工超級不正常的好不好 禮拜天施工正常嗎 施工的時間是這個吧 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早上9點到晚上6點吧 對不對 這個是正常施工時間吧 你禮拜天 早上6點鐘施工 我請問你這個正常嗎 2024年的開局 這一個月 我真的是被上了很多法律課 房仲他的說法是 禮拜二就是明天 他們才要開會 他說如果好聚好散 可能又有機會啦 但是你付的押金喔 會不會回來 就不一定了 我在這一個月睡在那邊 基本上我真正熟睡的時間 沒有超過三個小時 不是被隔壁回來 碰撈關門聲 不然就是被唱到 早上6點的KTV 然後呢還有假日的施工幫 甚至還有樓下情侶在吵架 你他媽怎麼對我這樣子 你他媽怎麼樣啦 多少錢啊 我這一個月 再加上押金 總共快四萬塊 我給這個小房間整治的費用 大概也有個五千塊 一個月房租兩萬 對啊 一個月房租兩萬 對啊你到底憑什麼啊 你也他真的是在鬧區 他當初租房的時候上面寫 市中心鬧區 真的是超級鬧 原來他的鬧區的鬧 是指現實物理版的鬧欸 原來他當初寫鬧區是這個意思喔 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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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真的是會錯意了 你們才知道我為了這個體態改造計畫 下了多大的決心 這麼貴喔 一個月兩萬塊錢 然後總理其實也沒多大 發平不到 這麼貴 我都咬牙給他租下去了 你們就知道我對這個企劃有多認真 如果他不給我押金就等於是呢 我這個2024年從1月18號到現在 沒有睡幾個小時 然後呢造成我精神緊繃的地方 我要給他們四萬多塊 就這樣好我真的我真的不想說什麼了 2024的開局喔 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的順利 不過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這個人的命運是要靠自己改變的 最近呢還有一件非常扯的事情 先跟大家說 凡事一定要簽合約 你真是不要把客戶當朋友 我跟各位勸導勸導再勸導 啊啊 事情是這個樣子 做網告製片做了四年 三年前2021年 有一個案子拍募資廣告 我那時候做製片 我秉持著一個信念 就是呢 我們跟客戶都是好朋友 我做事的方式比較偏那種輕鬆派 然後呢 那時候因為他們的預算不高 所以我還幫他去撒價 因為他們想要找的一個女演員 他其實蠻貴的 因為我跟那個演員算認識 所以那個演員就給我了優惠價 這個案子之後就完美的結束 結果呢 演員呢受消想授權 就是如果你要下廣告要幹嘛 如果你要放我們的照片的話呢 我們是要授權費的 然後我們呢半年一年兩年這樣子算 結果前天的時候 那個演員就過來跟我說 欸阿萍我發現那個廠商還在用我的照片 2021年喔 然後呢用到現在2024年了 默默地用 用在自己的官網上面 哇哦 哇哦也用太久了吧 我就說那沒關係 反正當初我們又跟廠商說 就是平面半年 然後動態一年 這三年的授權費用 兩萬多加平面三萬 我就去跟廠商說 有這個費用的追加 那就再麻煩你們了 一切就在我以為非常順利的時候 剛才廠商打電話過來 還有說 呃我們得知這個消息 但是呢當初你的合約上面 是沒有這樣寫的 所以呢我實在是不明白 為什麼我要承擔這個費用 我團隊另外一個人 他們就跟廠商通電話 結果那個廠商喔 他也超級爆大熊 然後說當初我們的合約 上面呢是有寫說 有含演員授權的 那為什麼就你現在要過來要這個費用 哇靠 哇我們過去的那些情誼呢 一瞬間煙消雲散 我們這邊的團隊喔 就也開始不甘示弱說 通常呢演員的部分 是一定會有授權的 當初呢你拍攝的費用 包含一年的授權費 所以如果你要繼續用的話呢 一定是要付授權費用的 他們就說但是你當初合約 你上面就只有寫 含授權費啊 你又沒有寫是幾年 的確這部分呢 就是我的疏忽了 當初我們在寫報價單的時候 其實都是言簡易改的寫 演員多少錢 然後呢含網路授權費 我們是不會寫到說 含演員授權費 第一年是多少 第二年是多少 報價單上面是沒有這樣寫的 可是我是口頭跟他們說 這個的東西我們就是用一年 那如果你要超過一年的話呢 就是之後再去跟演員談 然後呢因為是口頭獎 所以呢就直接不認賬 但是呢還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呢合約上面 雖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就是製作方 超級吃虧的地方 你看你又要幫忙殺價 然後你又要幫忙趕案子 然後呢到時候出事了 還是我們扛 口頭的話的確是沒有辦法舉證 而且他又直接說 就是沒有這回事 我就是沒有聽到你們這樣講 可是呢我記得我跟我團隊 全部都非常記得我們講過一句話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付接下來的費用 你把演員的頭卡掉 就是放那個他抱的那個貓貓的樣子 就好了 這句話連我們的代理商都還記得 就是當初介紹這個案子給我們的人 連代理商都記得我們當初有講過這一句話 然後就只有那個廠商他在一直在失口否認 但是因為那已經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全部人的對話記錄都已經不見了 真的是只能說太年輕了 年輕人終究還是年輕人了 太衝動了 理性方面呢 的確是我們太信任對方了 所以我沒有再寫一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合約 然後要大家簽名 但是呢還是覺得 還是覺得有點難過 就是當初 為他們盡心盡力的那一個我 所以呢再怎麼說 最後的最後還是我的問題 我現在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 跪在廠商前面 拜託你 拜託你把他下架吧 前面的這個三萬多塊 或許我還可以賠 那如果之後 如果你們還要再用永久的話呢 我還真的是賠不出來了 這樣總共要賠多少 如果廠商他們拿出一點他們最後的良心 決定要之後不要再使用了 那就是賠三萬多 如果他們還決定要永久使用 那接下來可能就要長期抗戰了 我2024年 新的長進 就是呢以後職場 我就沒有要給任何人當朋友了 頂多就是好同事 2024剛開局 什麼都沒有做就賠了七外的人